哈囉大家好我是MiaCurby 這個是讓人崛起的劇情及探索遊玩流程第14部分 上個部分呢 我們透過龍馬跟桂的關係 想辦法跟這個薩摩他們組成的同盟 最後面呢在經歷了一番戰鬥之後 畢竟薩摩他們就很愛打架 用拳頭 拳頭硬的他們就聽話這樣 也是組成的同盟 那甚至潛入了新選組 發現了這個新選組裡面有個異動這個叛徒 最後面是把他處決掉了 那 面對幕府的這個 壓力還有這個無能 最後面版本龍馬是想盡了辦法 最後面是 想出了一個叫做傳宗八側 八條計策的計謀 最後面也是 給了將軍 那德鑽信喜的話呢 他也是 算是明軍吧我覺得 他也是很努力的在為日本 在努力 看了傳宗八側之後他笑了一下 最後面是同意的龍馬的這個計策 那這個計策的其中就是大政奉還 也就是呢 把這個將軍他所擁有的權利呢 還給幕府 只可惜幕府真的是太腐敗了 他幾乎都只是想著自己的這個權利吧 所以 即使大政奉還了 那他們居然呢 是想要把德鑽信息呢 處決掉 這我只能說就是 還蠻真實的吧 歷代以來大人物基本上都是垃圾 那面對這種無奈的狀況呢 龍馬之後最後面也是想 一直想辦法 但是最後面好像也是 真的非常痛苦 那現在大家的心情都是瘋崩離析 不管是薩摩呢 還是導目派的 還是勇目派的 大家的想法終究還是不一樣 那在即將面臨崩潰的時候呢 龍馬呢 他最後面還是想辦法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方式呢 我也不曉得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尤其龍在這邊 可以拜託我去看看狀況 喔 桂蘭的我也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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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順利的 我之前在大米亞的前面 在龍馬上遇到 所以 我還是不再無茶 說了 但是 龍腕的想法 可以嗎 那 真的 可以嗎 絕對有問題 我們只能相信他了 反正我沒想過到其他招了 不愧是老婆 不愧是龍馬的老婆 真體貼啊 龍馬的好物是什麼 你都跟他在一起這麼久了 你還不知道 來來來 風頭開了 槍聲 還有 高劍的聲音 就對牙腕捏 累了盟友的話 聖海州 哲村保佑 恩恩恩 聖海州 好 他選誰比較好啊 千葉佐納 阿千葉佐納好了 雖然 他應該跟龍馬恐怕事情 沒有辦法了 沒機會了 定家屋事件 這也是在歷史上 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 一個事件 當然 都是被屠殺的 然後這個隔牆殺人 太方便了 你肚子餓了是不是啊 他還要自己料理呢 唉唷 鬼鬼出現了 你答應 你知道嗎 哇靠,那套龍遠風是什麼 帥啊 哇靠,被砍死了,沒力了 哇靠 丟賭了耶,陰險狡詐的傢伙 這不是移動流派嗎 好強的敵人啊 移動流派的招式,我覺得是非常難搞的 樓梯被堵住了 然後,這一個箱子 然後,我們的敵人在這裡 1-7 Kato-san 1-7 Kato-san 你們怎麼會跟外國人在一起啊 好奇怪喔 太奇怪了 哇靠,我直接被他一刀秒殺 關小神 1-7 Kato-san 8-8 Kato-san 1-8 Kato-san 2-8 Kato-san 2-8 Kato-san 2-8 Kato-san 和牠們 1-8 Kato-san 就一生的地方 你逃跑 要先抓ipp 到手 将冬 真難對付 太早 塞藤一 原來你一個塞藤一喔 沒人認出來 他還有外國人 他怎麼還活著 他有多敵人了吧 我們現在才能發現 他塞藤你怎麼都不說啊 哇靠 硬是把他打 硬是把我打回來 假的 來 喔怎麼看不到 哇靠咧 連開三槍 這麼痛的 夠了喔 真的是夠了 不是啊 人都殺死了 你說自己交給我 你只是想要滑水吧 大酒寶也在這邊 我們剛剛都沒發現 因為他們都不說話 他們剛剛真的沒說幾句欸 有在說話只有土方而已 如果沒有人記錯的話 剛剛他們都很安靜 包括他塞藤一也是 我都不知道塞藤一在這裡 我現在發現大酒寶也在這裡 這是何等大亂鬥 我們這邊應該會需要補充喔 雖然我不知道前面會不會有這個 引刀的這個軍旗 但是 沒關係 我們直接直接在這個就 直接在這邊啦 會比較好一點 太危險了 剛剛那個戰鬥 好啊 意外的安靜 哇 中鋼是不是要死了 阿羅遇難的話就表示事情不妙 相當人在這邊 阿羅遇難以為 啊 雖然在這裡 基本上都賣藥了 沒用阿 阿羅遇難以為 哇 財啊 哇 風剛掛了 啊 你就這麼想要跟我在一起嗎 這種方式只會物極必反啊 這種方式只是適得其反而已啊 老婆啊 殺光全世界我也沒辦法跟你的裡面相合啊 我們應該是要互相理解才對 新招式呢 我也一樣不會放棄啊 我並不恨你啊 我只希望我們可以互相理解 我們可以好好談一談啊 連這招你都會了 你才是該醒醒的那個吧 你還在說什麼 欸 我還在說什麼 你也沒人 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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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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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能停下來好好談一下嗎 我們就真的每次你這樣打完就逃就這樣嗎 我就不能泡杯茶到我的藏物做一做嗎 他已經死了 你怎麼會在太平洋那樣的大小夢呢 夢… 這樣… 我終於看到了 這國的新形… 能有的東西 能不能讓自己的身份 成立法 成为了一个设计的设计 所以... 我会在海上看到一个庄的世界 我会不会改变自己 我会不会改变自己 我会努力 你救我 梁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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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男人 你不要說話 你拿來 我多吃 我會成長丁馬 我會成長丁馬 我領 我会很痛,但我会想起来 我已经做了什么事了 我只会等待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我会在这里 你会追他 Ryomaが起きた時見せてあげて 新しい日本を 何も大戦をやろうってんじゃない あいつらに力の差を見せつけるってやつだ 兵の数は我らが圧倒しております 戦いが始まれば サッチョウも早々に考えを改めるでしょう ああ手早くわげに落ち込みたい 戦が長引けば異国に食い物にされるだけだ ローから出してやっただけでも感謝したまえ 君のせいでオチオチ交易もできなくなったのだぞ ならば我らに武器を売ってくれ あるだけ欲しい きっと 我記得歷史上金江屋事件 龍馬也是死去了 那如果 換你了捏 好久沒看到你了 但是照這種研法的話 龍馬應該還是活著的 死掉的人的話一生也不用救了 所以 他還活下來的 他還是活著的 不曉得 但我覺得即使活著 恐怕也是退場了 所以 是有暴力好有的 也有想到後面再獲功 要盡詐 那現在的人在現在變了 變得更差 怎麼 橘子也有初的時候 もう戦是避免 龍馬 要握個併了不少 龍馬來弱種撃是 王手手的侍 那是什么都說成功 他是我最想拯救人 他已經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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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 死了 他已經開始了 死了 他也變得了 所以我已經扭曲了 他也不動 我沒有動不動 你也能做到的事 那吧 看一下地圖好了 現在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這個祖先任務 又要讓我們做抉擇 要是 倒墨派還是勇墨派 那因為我現在走的都是倒墨派的路線 所以我想我就繼續堅持這個倒墨派的路線 這邊的話是要去找這個 貴小五郎 還有薩摩的 機箱 好嗎? 誰叫你要偷懶啊 剛剛人都殺光了 結果你說你要站在那邊斷後 應該講這些都於事無補了 不然 現在的情況就知道了 坦白說我還蠻喜歡這磚慶喜的 那沒關係吧 那是要是要的 我們要改變這國 我們要改變這國 來吧 誰啊?蒙古嗎?沒有西方的 非常多人 你這也有我的 天明是我們 敵撒破剖滾 羊人! 清聖河中心 武城戰爭 武神戰爭的幕 這也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開戰了 突發吧 也許這是最終戰喔 陸與福建之戰 1868年 是由擊敗高手 所以這邊其實是可以 哇靠 這邊是可以幫助他們吧 這邊還有一點這種戰場的這些小細節 雖然也是沒什麼作用 但還蠻有趣的 阿姆斯撞大砲 阿姆斯撞大砲 呵呵 果然喔 如果你有去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話好像 做一些支線嘛 還是說這是必經的 因為我剛剛感覺起馬騎過去 然後沒有回頭清這些兵的話好像 就不會出現這個任務 不曉得啦 拿東西掉我 真是的 土方在這邊喔 喔 其他有一提發啦 OK 好 一提发啦 不 好 我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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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算你很了 哇靠 靠腰 唉 打得太爛了 我都等你閃眼結束喔 反正這也是戰場,非常廣闊我可以砲 打得太爛了 打得太爛了 好,幹掉土方了 剩下 一庭八郎 結束 結束 好 不是站起來啊 正常來講就直接被 就被處決了 誰還會讓你站起來 這遊戲太天真了 好嗎 這也是這個遊戲劇情的問題 戰爭哪會不死人的啊 至少這邊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靠發 你的複雜 こと 說 呃 好,有一個 啊 把砲台攻擊之後都可以碰他們擊砲 剩下最後一把,我還是想要轟他們 看他們太遠了,看不看 應該在這裡吧 沒有轟到的樣子 把這些殘黨給收拾掉 把砲台關掉 這個部門就還在傷害 把砲台所算的,可以拆進去 这儿的正确是个人 对 你突然在那儿 你把他救了 你不想就这样 你去救他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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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排得不穩,长 ex血鬼 中排得不穩,长 ex血鬼 不准备了 啊 啊 啊 行 走 快速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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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縮一探 太散文化 太散文化 很高 好 來吧 來吧 哇靠 快門快門 快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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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門快門快聞 快門快 封面 屁啦 穿牆射擊 再一層一隻真的很煩喔 還會開槍喔 之前跟他打的時候是沒看到他開槍過 再一層一隻很煩喔 再一層一隻很煩喔 再次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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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給你笑啊 終於搞定了 這兩個傢伙真的難搞 好這邊又有一個可以休息的點 極限啊 真的極限啊 小心喔 靠 靠腰勒 幹 媽的 全部節奏都不對 對 剩一滴血下來幹嘛 送死 對方的砲台在那邊好 應該 好 放不過去 真是可惜啊 沒手 沒手 都贏掉了 這樣砲台就沒了吧 繼續往前走吧 真的是討厭 又有 哇靠 靠來不及補 沖田總是這時候來 不用講了啦 反正你們每次打完都不會死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殺 直接把他趕進殺局 沒空理你啊 不可以直接被他幹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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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earth 2 就算了 太多段了啦 砍不完耶,真的很討厭耶 媽的,我要這個可以一直砍就好了 完蛋了,他的招完全忘記了,太久沒打了 也不是太久了,兩天而已 沒來燒起來 他就一直追著你打啊,反正他無限出招啊 無限精力啊 真的是大放送 真的沒辦法 燒起來吧,燒起來吧 我只能打得猥瑣一點啊 我真的覺得敵人啊 那個出招啊,砍人啊 完全不耗力啊 真的是一個很智障的設定啊 我沒有辦法接受 打到現在我還是沒辦法接受 憑什麼 不過算了吧 反正遊戲快通關了 這邊的話應該就是最後面對上靖騰勇加將軍吧 我猜 大概就這樣啦 然後 這傢伙賣的東西完全一點屁用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他來這邊賣這個東西幹什麼 看不懂 你賣的又不是藥丸啊 也不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實在是 I have no idea whatever 那倒是箭矢吧 我們可以買箭矢是不是 好就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剛剛點燃那個軍旗的時候 他沒有補充道具 那我坦白說沒關係 這應該是最後一關 只做勇者就是我們的搭檔啊 將軍會被暗殺嗎 喔這兩個傢伙在一起 哇靠那這可真是他媽的難搞耶 被接的爽爽 他現在連還會開炮耶 之前也不會啊 招式再次進階了啊 小軍會被捧場 哇靠,好硬喔 機箱怎麼敲,傷害起來這樣喔 我剛剛一直在彈 你應該要在那裡 我現在是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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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手機 我現在的手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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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唉 不是啊,怎麼被擋到啊 先幹掉一個,剩盡能勇 喔,來來來來 讓我來來去 先啊,怎麼會的 要不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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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差點就輸了 不愧是困難難度嗎 真的難死 將軍GG了嗎 聖海中 一個人要對付搭檔 他終於拔刀了 聖海中真的很帥啊 每次都只會逃 然後剛剛好都逃得掉 對付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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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 打到這樣子短鎮都被攻陷了 人頭都沒了好不好 我們主角就這樣子放人家走 每次都這樣 這也是這個故事的一個問題點 對付搭檔 但這沒有那麼有趣的 對付搭檔 但是我 你們 你們 都會成為新的一代的侍奴 再去 他還是要死守到最後 坦白說我也是不太理解為什麼你要死守在這裡 要給他敬禮 各個都的多勝 在這幾年 中央成為了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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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以為這一戰應該就是最後了 看來還有 就過了好幾天 那物語福建之戰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看一下地圖吧 現在的狀況 好 緊接著是要前往黎明之前跟貴他們交談我們來看看他們有什麼樣的想法吧 我記得之前好像還有幾個姻緣任務但是可能推主線的關係反而把這姻緣任務給抹殺掉 不曉得如果真的有漏掉的話可能我會在之後 通關之後呢 再把他補回來 雖然怪怪的 沒有辦法去控制 戰勝追擊嗎 看來我馬上贏了 少なからず犠牲者出了 還有 療養していた高杉君が亡くなったとの知らせがあった 今度は高杉君まで失うことになろうとはな 彼は最後まで 戦の育成を気にしていたらしい だが 悲しみに暮れるのは後回しだ 我々の目指す弱は もうすぐそこにある 何せこの大戦で勝ったからね 淵城を襲撃中 鬼の手の侍のおかげでもあるがな 那傢伙也來了嗎 當然是他一定會來啊 因為都是他搞出來的 筒子 我以為 無意固定か分からん 奴にも何か思惑があってのことだろうがね だが 淵城の一件が逆転の契機になったことは確かだ 俺たちは軍をまとめ 徳川に追討をかける 下るよう勧告はすっと 江戸攻めは避けられんじゃ 鬼の手の侍も 吉野部校を狙うからには江戸へ行くはずだ 君は奴を追うのだろう 当然會追喔 這邊一個很強烈的暗示 我還有事情要做等我一下 了解 俺たちはここで軍をまとめ直している 終わる前に戻ってきてくれよ 気をつけていきたまえ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那這樣的話 既然到了這樣的段落 剛剛好吧 就在這邊 把這個影片給結束 呃 物語福建之戰吧也是非常的 怎麼講 至少是一個非常就是真的是戰場的感覺 那至少地圖也蠻大的 你甚至可以用跑的用打帶跑的方式呢 去追去閃掉敵人的一些不利的情勢啊 雖然還是很難對付吧 畢竟對上的是整個新選組 然後他們幾個真的是 精力旺盛嘛不像我們這些老人喔 砍了幾刀就沒力了 擋了幾下也就掛了這樣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 最終呢還是戰勝 那我也發現了這個 遊戲的故事線基本上不管你是選 島墓派還是選 勇牧派吧 我就像以這個 這個物語福建之戰來說 就算今天我們選的是勇牧 啊是跟新選組他們站在一起 然後呢 那就是立場掉斷掉掉換對吧 最後面我們可能也是把什麼貴小五郎啊然後這個 西鄉龍勝他們全部都打敗 然後 剛剛好人數也差不多 我放的這個 重要人物喔算是 就是 武將等級的人物吧跟對面的 其實是一樣的 還有什麼大酒寶啊跟 跟誰啊 所以其實你不管選勇牧選島墓的意思是 結局呢還是將軍被我們的搭檔給 處理吧 然後逃跑 所以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你在怎麼選喔 歷史也不會改變 我覺得這算 這我也不是討厭這樣的 設定嗎 只是說 確實就是會有一些 感覺就是啊其實我好像選什麼都差不多 只是我今天 要選我的搭檔是誰 就是我們的夥伴是誰 是要先選組呢 還是要這群狼靈之士 這群 默默唯心的英雄們 所以這個就是 有點可惜的地方吧 雖然我是覺得 改寫歷史也不好 那不曉得各位怎麼想的呢 但不管怎麼樣這個影片就先到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Maila Kirby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